我來看一下這個... 昨天的新情報好了 昨天沒有看 嗯? 怎麼變這樣? 昨天... 他那什麼啊 陸服有... 公佈了這個... 3S... 欸不是 4S 4S的情報 開...開不完的S級 所以說他... 應該是... 陸服可能... 下個資料... 他下個資料跟下個月吧 應該寫下個資料片 目前陸服的更新... 看一下上一次資料片是什麼時候 陸服資料片... 對... 陸服上一次是... 10月9號... 過一個月... 11月初... 那應該是下個... 應該是下個禮拜 對...應該是下個... 依這個時間走應該是下個... 下個禮拜或下下禮拜... 陸服應該就開了 對... 所以說他... 4S... 從75級開始... 從75級開始... 對... 最高關卡是80級... 對... 5S... 很高... 並快是4S... 有等到... 2S... 1S... 1B... 2... 2、3 4S... 5S... 5S... 不知道 沒說 等到開就知道 而且 重點是他最後一關還抗沉默 就是不讓你用 潑潑直接沉默做 輕鬆過關這樣 潑潑還是能用 可是他 他就只能用大地震降傷 原本 就是拼沉默的 一年增加1S難度 我看夢戰六周年就潰到10S的難度了 不知道 就是他的沉默這一招就被他封住了 就是潑潑 潑潑 潑潑原本用 用很好 就是潑潑原本是很好用的角色 就是稍微變弱一點 別給他上buff 別給他上buff 欸 收命也行 就是潑潑 就是他直接可以掃蕩到SS 所以說 之後你就繳這個 4S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 掃蕩到那個 4平的那一關 反正開6cost就超絕地震 黑洞剛剛好 所以後面你就可以 每個禮拜 就直接刷4平出來 你就不用打4平 反正大地震殘廢依然能用 你就不用 不用去那個 不用去打4平關了 4平就可以直接掃出來 可是重點是 他給的這個獎勵 只能說是非常之差 對 就是金幣 附魔卷 命運之城 就是 數量未知啊 可是這三個真是沒什麼吸引力啊 除非他給超級多啊 對 感覺就是一個蠻鳥的獎勵 太難沒時間就不要打了表情符號驚訝 除非他給很多啊 除非給很多 可是給很多也沒有命運之城 小套爽爽找到SS 命運之城除非給的量能直接換 不太可能啊 他要 他要 600個才 才能合 合一個禮包耶 他有可能一次給你600個嗎 我 我個人是打個問號耶 有可能給這麼多嗎 給到600個 順便他到 小力小 順便他小力小氣的都會 給你10個這樣 對 或50個 其實他一次給100個好了耶 那也要打6個禮拜才能換一個禮包 感覺是很鳥喔 應該50吧 你講50的話600個你要12週耶 12個禮拜才換一個禮包 感覺是很鳥喔 應該50吧 應該50吧 一千把 一千把